特斯拉曾经在2020年电池日上宣布了新一代电池4680 在上一期科技参考中 我也详细为你介绍过这种设计的优势 简单说把电池的体积加大了很多 而且还把电池的吉尔数量大大增加了 两年前发布的时候 特斯拉规划是2022年实现100G瓦时的产能 至少为100万辆电动车提供装配 那100万辆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参考特斯拉2021年全年的总产量 一共是93万辆 也就是说按特斯拉原计划 2022年生产的绝大部分电动车 都应该使用的是4680电池 但如今正好过去两年了 我只查到少数的Model Y使用了4680电池 远远到不了100万辆 而且这些Model Y的续航里程 反而比使用之前的2170电池的续航更少 并不像两年前宣传的续航里程增加16% 把上面的信息综合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 4680电池的量产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期科技参考 我们就来看看这款电池为什么难以生产 而一旦顺利量产之后又有哪些优势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实际情况 4680电池不只是由特斯拉自己生产的 特斯拉还把一部分订单交给了松下和LG 据传说宁德时代也会帮特斯拉生产 而特斯拉自己的工厂中 只有加州跟德州这两个工厂 小批量的生产了一些 从Auto Evolution网站的报道来看 加州工厂的14条产线 有13条是正常运转的 每天生产6250件4680电池 合格率超过90% 还有一条生产线故障率很高 超过8成的不合格品 是在这条产线上产出的 而一辆Model Y需要680件4680电池 所以使用4680电池的Model Y 加州工厂一天只能造9辆车 而德州工厂产能还不如加州的 7月底特斯拉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鲁还说 希望德州工厂能在2022年底前 电池产能超过加州工厂 预计到时候每周产1000个电池包 换算一下 就是每天9.7万件电池 是当前产能的至少16倍 也就是说当前产量还是刚刚起步的 再看松下跟LG为特斯拉代工的情况 松下明确表示 目前4680电池还处于测试阶段 今年正在建造两条产线 预计2023财年才可能大规模量产 LG在2022年6月份 刚刚开始投资建设第二个工厂 专门生产4680电池 量产时间至少是2023年下半年 总之 这两个代工厂的进度 还远不如特斯拉自己呢 特斯拉可能也没有想到 仅仅是改变了电池的外观 麻烦就这么多 那为什么要改变电池外观呢 其实是为了提高能量密度 降低车辆成本 提高能量密度这点很好理解 之前电动车很多使用18650电池 或者21700电池 那18650电池意思就是 圆柱形电池直径18毫米 长度65毫米 这种规格电池最常见的容量 最高3500毫安时 最多提供12瓦时的能量 21700电池也是圆柱的 直径21毫米 长度70毫米 由于体积更大 最多能提供18瓦时的能量 而4680电池呢 顾名思义 圆柱形的直径46毫米 长度80毫米 像一个小手雷 最多提供98瓦时的能量 不论体积大小 电池外面的钢壳是差不多厚的 所以单只电池体积越大 钢壳的重量占总的比重就越低 电池的能量密度也就越高 4680第一代电池的能量密度 已经高达280瓦时每千克了 第二代要达到300瓦时每千克 第三代更是有330瓦时每千克 而使用最早的18650电池 能量密度最高也只有270瓦时每千克 而且这么做还要冒着容易自然的高风险才可以 所以用4680电池可以增加续航的原理 其实就是从钢壳部分挤出来的 那降低成本是怎么实现的呢 因为最早使用18650电池的时候 整车需要7000多斤电池 电池管理系统非常复杂 芯片性能也要足够强 而现在使用4680电池之后 整车需要的电池数就是680斤 电池的结束下降了正好一个数量级 管理难度大幅下降 于是成本也大大降低 而4680电池最难以量产的环节 正好就是它创新的部分 也就是吉尔的部分 吉尔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 电池正负极的那个接线柱 只不过不是金属柱子的形状 而是一张金属薄片 在电池是18650外观的设计下 电池由三层构成 正极薄膜 负极薄膜 和中间加的一层电解液薄膜 卷起来之后 电池就是圆柱形的 因为正极薄膜并不太大 所以一般在正负极上 各设置一个吉尔就可以了 电流就是从这里进出电池的 而4680电池的吉尔 直接设计在正负极薄膜上 正极就是一张长长的 像胶卷一样的薄膜 但是胶卷的边缘 用剪刀剪出锯齿形的花纹 有点像长城的夺口那样 负极也是这么处理的 当然我是为了方便理解 粗糙的把它说成 是用剪刀剪出来锯齿边缘的 实际上电池行业 把这个方法叫做切叠法 这么做最容易导致的问题就是 吉尔跟薄膜 在切完之后不在一个平面 其实你想一下也能想象出来 你真的用剪子在一片金属的边缘 剪出一百个缺口出来 那这些缺口也都会在剪的时候 被剪切力扭曲一点点 而由于电池制造的后续环节 还要把这长长的薄膜卷起来呢 于是卷完了之后 有的吉尔就翘起来高一些 有的翘起来低一些 不能保证每一个都顺利的搭在 其他的吉尔上 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单节电池的故障 但由于不同电池内部 互相堆叠的吉尔数量不一样 于是电池内组就不一样 那些没能形成良好接触的吉尔 就会增加电池的内组 内组一致性不好 电池装配在一起 充放电就容易不同步 而且内组高的发热还大 容易产生局部过热的问题 这种问题已经被车主测试过了 同样续航里程的Model Y 一辆采用的是21700电池 一辆采用的是4680电池 同样在特斯拉的V3超充上充电 4680电池版本的Model Y 能够维持250千瓦最高充电功率的时间 比21700版的要短很多 显然 4680电池的发热更大 提前降低了充电功率 4680电池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负极 在2020年电池日上 马斯克介绍 4680电池的负极将采用碳化硅 来提高能量密度 但后来在试产中发现 这种材料在充放电过程中 体积变化太明显 电解质膜更容易被破坏 充放电循环多次之后 锂离子会无法从负极回到正极 电池容量下降很快 所以直到今天 初产的4680电池负极 依然还是沿用了传统的石墨材料 不含硅 4680电池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积热 如果把4680电池跟18650电池的体积 跟表面积换算一下就知道 体积前者是后者的8倍 表面积前者是后者的3倍 所以用来散热的面积只增加了2倍 而产生发热的体积却增加了7倍 于是4680电池就更容易发热 必须额外的增加一套水冷设备 辅助散热才可以 不过 即便4680电池顺利量产 比计划晚了一年多 但特斯拉所有电动车 都在往这个新尺寸电池上切换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因为这样做实在太划算了 特斯拉在2012年 推出Model S的时候 电池上的成本是 每度电池190美元 到了2015年 推出Model X的时候 尽管电池尺寸没有变 但由于正负级材料的优化 成本降低到了 160美元每度电的电池 2017年 特斯拉改用21700电池之后 电池成本继续下降到 每度电池110美元 而4680电池 目前的成本还没有公布 但特斯拉在宣传中的目标是 相比21700电池再下降70% 也就是每度电池的成本 只有33美元 明眼人一看 单靠工程领域 是不可能实现 这么巨负成本的下降的 其实马斯克很有可能 是把电池的模组成本 也算在其中了 这就看出 马斯克吹牛的技巧了 从前特斯拉车里的电池 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 它并不是几千个 单独的21700电池 而是乘组的 而现在Model Y的电池 取消了电池包的设计 电池直接安装在车身上 车身从上一代的 Model 3的70多片铝片 减少到了 只有两个大型的压住铝件 焊接点从800多个 降低到了50个 重量也减少了60多公斤 所以很可能 降低70%的成本 这个下降 是马斯克把安装电池的部分 也想办法算了进来 让数字比较好看 不过无论怎么算 只要4680电池的工艺成熟了 良率提高了 从2024年起 特斯拉电动车的成本 还会在现在的基础上 大幅下降 而且由于现在 特斯拉就有意避开了 使用激光雷达 实现自动驾驶的方案 如果它在算法上 能够做得足够好 它实现自动驾驶的成本 也比其他的车辆要低得多 于是 未来几年 纯电动汽车的竞争里 特斯拉很可能 就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它可以凭借几大部件 极低的成本 让对手喘不过气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卓克 咱们明天再见 纯电动汽车品牌 尤其是国产造车 新势力的那几个品牌 相对于传统车企的 核心竞争力 在于自动驾驶 他们的研发部门中 自动驾驶的研发 是重中之重 连马上就要入局的小米 实车都还没见到呢 但自动驾驶 已经先行了一步 在第三方车辆上 已经做了相当详细的测试 目前的水平 已经可以和造车新势力 或者特斯拉相媲美了 但我们依然要牢记一点 当前对自动驾驶的 我们离真正的自动驾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 车祸风险反而会成倍的提高 今天的科技参考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最近三年 发生在国内的 辅助驾驶状态下 出车祸 并且造成死亡的事情 有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例是2022年8月10日 宁波的一位小鹏P7的车主 在室内高架桥上 与主路最外侧车道上 停着的一辆灰色的故障车 发生了撞击 造成了一人死亡 还有2021年8月份 一辆未来的ES8 在开启了Nope领航功能之后 在神海高速发生了交通事故 车主身亡 另外2016年 京港澳高速邯郸段 还有一辆特斯拉Model S 撞上了一辆道路清洁车 车主不幸身亡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都归结为 车主对驾驶责任的忽视 造成的事故 但如果仔细看细节 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要关注的 就以2022年8月10日 小鹏P7这次事故来说 辅助驾驶上的责任在哪呢 其实车主买的是一辆低配车 低配不只在于动力跟内饰 辅助驾驶功能也更弱了 这辆车的辅助驾驶 是X-Pilot 2.5版本的 而高配的是X-Pilot 3.0版本 看上去差别不大 但是2.5版本的辅助驾驶 只能完成车道居中驾驶 和十几年前就有的 ACC自适应巡航功能 可如果要升级到3.0版本的话 还可以完成自适应弯道巡航 加智能辅助便道 加停车场记忆泊车 两个版本配置的传感器也不一样 X-Pilot 3.0相比2.5版本 在毫米波雷达和感知摄像头的数量上 完全就是两个级别的 2.5版本一共5个摄像头 3.0版本增加到了现在的10个 毫米波雷达一个是3个 一个是5个 除此之外 3.0版本自动驾驶的运算芯片 也升级了英伟达的ZVR芯片 同时在车身上还增加了高精度定位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配合高清地图 实现更精准的辅助驾驶 甚至当算法足够好的时候 地图足够精细的情况下 还能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 车主买车选配置的时候 也能看出来2.5版跟3.0版的差异 因为如果最开始选的是2.5版的话 就算是后面想多花钱升级 也因为硬件配置差异太大 无法升级为3.0了 这本质原因就是因为2.5版的辅助驾驶 是小鹏整体采购来的方案 而3.0版本的辅助驾驶 是小鹏自家研发的方案 两者从软件到硬件全都不兼容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 如果换成了3.0版本的辅助驾驶 在同样的高架桥上 遇到同样的路况 车主在辅助驾驶的状态上 还会不会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上去 但说不定就可以避免死伤事故了 我并不是为司机找理由 但当纯电动汽车创业品牌 集体都把我更智能当做卖点之后 在发布会上不予余力的展示这一点 司机把车辆控制权交给辅助驾驶 是有多么放心多么惬意的时候 那购车者真的会相信 甚至70%的时间都能直接代替车主开车的地步了 于是在价格可以承受的范围里 挑了一辆买回家 然后就真的当做自动驾驶去开 结果就会出问题 但实际上那些纯电动汽车创业品牌们 并不是每个型号的车 在智能驾驶或者辅助驾驶上 都超过了传统燃油车那么多的 比如说小鹏的P5系列车 550G是最低端的 只有一个环式摄像头和四个超声波雷达 这就是1加4的配置 而高配的550P 则是4加12加9加5加2的配置 1加4升级到4加12 这个还好理解 那后面又加了那么多 加9加5加2又都加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多了9个高感知摄像头 多了5个毫米波雷达 多了两个激光雷达 还多了与之相配的计算平台跟算法 可以说在辅助驾驶水平上 这两辆车根本就不属于一个年代的产品 买车的人不一定对硬件配置 对应什么水平的自动驾驶有了解 但起码这种10年以上的差距 是不会在550G和550P这种型号名称上的微小差异上 鲜明的体现出来的 买回去真的以为自己的车很智能 上路之后大撒吧 或者好奇想尝试一下 结果出了事故 这不能说跟车企的营销策略带有的缺陷毫无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造车新势力 特别忌讳给用户造成这样的误解 因为这些粗心直接跟生命安全相关 所以他们发布的车高配低配 只体现在动力电池大小上 或者内饰音响的功能上 在辅助驾驶的配置上是一律都拉到最高配的 这样做确实能够避免由于误解导致太过放松警惕造成的事故 但依然无法避免目前自动驾驶上一些典型的坑 这个坑具体来说就是静态白色大背景障碍物 对这种东西的识别困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那么一类路上的障碍物 在高速撞击的时候就已经足以造成死亡了 但目前的自动驾驶技术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误判 这类障碍物典型的样子就是一辆正在横穿马路的白色半挂车 这类事故早年集中爆发在特斯拉电动车上 大都发生在国外 特斯拉的电动车会毫不减速的撞上去 这是因为毫米波雷达在探测的时候 信号里的噪音比较大 有的时候大到了无法分辨是噪音还是信号的地步 这个时候就会让可见光波段的摄像头来帮助做判断 这是自动驾驶领域里一种通用的技术 算法会融合来自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的数据 但是当使用摄像头去判断的时候 白色的大货柜和远处晴朗天空中的白云偶尔会融为一体 这时候大货柜就会被识别为天空的一部分 结果车辆就没有减速直接撞了上去 为了避免这个偶然发生但是非常致命的问题 就需要用到激光雷达 因为它的噪音可以做到非常小 而且不会因为颜色问题而识别错误 前方远至200米的物体 都可以通过计算发出的光跟反射的光到达的时间间隔 算出物体距离车辆的距离 但激光雷达是一个不便宜的配件 即便选配了 也是参数指标相对比较低的激光传感器 对周围物体的实时距离的监控 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那种同时监测几百条激光测距线的激光传感器 还需要等好几年才能在智能电动车上普及 所以目前车企大都还在使用毫米波雷达 加可见光的摄像头 这里最能显著提升自动驾驶水平的反而是软件 也就是算法进化带来的对场景的判断能力越来越强 如果还不稳妥怎么办呢 其实只能靠人来开了 那些在辅助驾驶中出现死伤事故的车主 其实如果他们开的不是一辆拥有辅助驾驶的车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那样的场景中出事故 车企的做法就是实时监测司机的手有没有放在方向盘上 实时监测司机的眼睛是否睁开了 一旦发现有几秒钟手离开的方向盘 或者眼睛闭上了 马上大声报警或者直接停车 但是我们也都听说过 有些司机因为天生眼睛小 结果自从买了新车 开的时候就一直被报警 感觉受到了无数次的歧视 而刚刚买了高级功能辅助驾驶汽车的车主 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 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车在辅助驾驶上表现的还不错 甚至在封闭道路上的表现不雅于老司机 但是他们被车企跟车内的警告提示了无数次 辅助驾驶不能代替真人 要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 本以为开车能省一半的精力 但就是不让人踏踏实实的省 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几百小时正常运转中 偶尔几秒钟造成的死伤事故的错误 会在第几秒出现 于是这些司机可能不得不在车辆 已经有辅助驾驶系统接管的时段里 依然要高度集中精力 准备随时踩刹车来保住自己的安全 在这个尴尬的局面里 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些车主存在侥幸心理 既然辅助驾驶偶尔判断不准 那我就把一切事故都栽赃在辅助驾驶上 比如说我就见过好多起 在地库或者小区的入口 或者是拥挤的停车场里 车辆正在以几公里每小时的低速如行的时候 车主突然踩了地板油 一下就蹿了出去 最后车撞了个稀巴烂 事后记者采访当事人 车主都装作一脸无辜的说 是车莫名其妙的蹿了出去 自己什么都没有动 但至今凡是结束调查的都证实了 是车主把油门当成刹车踩了 自动驾驶系统里 记录了车主的每一个动作 精确到了零点几秒钟的地步 运动的角度力度都是多少 还有路向为正 所以总结起来 在车高速行驶中 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车辆自动驾驶的水平 但是在车辆低速如行的时候 我们也千万不要低估它自动驾驶的水平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卓赫 咱们明天再见